感谢观看 记录真实服务民生 欢迎收看生活567 最近大家听到和看到最多的就是西南五省种植城城抗击旱灾的各种故事 究竟旱情对当地农民的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 生活在山区的人饮用水还有没有困难 除了饮水问题以外 干旱还对什么产生了一定影响 为此我们的记者深入云南旱灾严重地区 了解老百姓最真实的生活状况 捕捉最感人的温暖世界 从昆明到群山环报的巡殿县需要两个小时车程 位于七星镇的草子地村 昔日的春意盎然而今都变成枯黄一片 我们正好看到一群课间休息的学生 拿着五颜六色的水桶准备去取水 那这取水的地方在哪里呢 这里就是取水桶 为了解决草子地村的一百户村民饮水问题 当地政府新建了这个长两米宽两米深一米的水窖 每天镇政府都用拉水车 把水拉到这里 保证一天四吨的蓄水量 小朋友上几年级 二年级 每天都是来这儿喝水吗 是的 多长时间啊 给阿姨说说 半年 半年了 六年级 一天来提几次 大概两次吧 两次 孩子们就这样 有的两人抬着一桶水 有的干脆就用碗这样端着水 开始往学校返 学校离取水点有一公里的路程 学校的孩子们每天都要往返四趟 校长说 现在学生们的银水问题已经没有困难 这个矿泉水呢 是昆宁市的这个五家这个二星企业 给我们送来的 这个总共一千多下 每天一个学校呢 发生一瓶个的 虽然现在学校每天能保证 给孩子们发生一瓶矿泉水 但是我们看到 孩子们在喝这些干净清凉的矿泉水时 都是这样 一小口一小口的抿着喝 在这些喝水的孩子中 一个小女孩 运起了我们注目 她手里紧紧攥着刚发的矿泉水 为什么她不仅没有喝 甚至连盖子都没有引开呢 你想不想喝这水 想 你看别的小朋友都在喝水 是 觉得这些水 看着水好喝吗 好喝 她想喝水 而又为什么不喝呢 原来 这位苗族小姑娘叫蒋美燕 是二年级的学生 今年只有十岁的她 已经明显感觉到 最近一段时间 水不够用 每天有水洗脸吗 没有 放学后我们决定和蒋美燕一起回家看看 她家现在有水用了吗 家门口的一个大水缸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看着怎么是黄颜色 看着怎么是黄颜色 太黄颜色 因为今天她寒了又很比较水 根本不清晨 往年的水都是清晨 那这直接就能喝呀 你不喝没的办法 她就没水喝啊 哈哈哈哈 这一天你们是家里这一桶 这一大缸是能用多长时间 一个礼拜多 有个 油的味道 油的味道 有油是吧 你们天天也是喝这顿水 吃这个水 都吃这个水 不想吃这个水 就是油味特别大 这直接从下面那个水塘里取的水 刚刚放下书包 姜美燕就从书包里掏出了 今天学校发的矿泉水 拿给五岁的弟弟来喝 你看到她拿那一瓶水 是半瓶还是满满的一瓶 满的 需要给你发过 总共发过几瓶矿泉水 十瓶 你喝过几次啊 只喝过一次 喝了一次什么味道 挺甜的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 姜美燕为什么每天 要把这甘甜的矿泉水 拿回来给弟弟 每次 美燕只是在旁边 静静地看着 姐姐每天都给你拿水喝吗 水 你喝的时候姐姐喝了没 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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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蒋美燕家是在哪儿取水的呢 包括蒋美燕家在内的白石岩村 和附近的高田村 共有一百五十户人家 大家取水只能到半山腰的水窖 我们也很想看看这个水窖 走在路上的时候 一大片干裂的地面 映入记者的眼帘 在这走明天要很小心 因为一不小心就能掉到这个裂缝里 哎呀 很大呀 下面还是湿的 但是上面你看 非常干 当地村民说 从去年四月份到现在 这里就没降过一滴水 可见真是非常干 在这里还随时可见 可以见这种大的贝壳 我们打开里面看看什么什么东西 这个还能看到 但是已经臭死了 阿爷 这个贝壳呀 在你们这儿得长多两十年才能长这么大 长得二十年左右 第二十年 哦 二十年 在水里生活了二十年 今年却被干死了 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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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五岁的吴金宝告诉我们 这里是德格海子水库 这是水库以前的照片 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原本有一百六十万立方米蓄水量的水库 如今居然彻底的干涸了 吴金宝说 这个水库是他们德格村两百户村民的生命支援 养活了几代人的水库 今天已经是满目君丽 在这一条条触目惊心的裂缝之中 这些早已经干死了的小鱼 似乎还在讲述着 以前这里是多么的山心深羞 在路的两边 原本应该绿意匆匆的小麦 而今却是一片枯黄 大哥我看你在地里都把它给拔了 为什么都给它拔了 不行了 怎么不行了 做双刀了 双刀了 受不成了 正常情况下应该有多高 七年有这么深了 有这么深 今天做双刀的 这些看看里面还有紫吗 别的 别的 你念着看看 哎嘎 是变的吗 十八十的岁吧 全部是干的 这已经干死了 这个用手一捏 你看 一个麦粒也没有 全是扁的 村民李笑容给我们说 他家这已经枯死了的小麦 只能割了回家喂牛了 那他们家的粮食还够不够吃呢 有吃 有吃 还能吃多长时间 有吃的 那如果天不下的话 你这生活有没有问题 别的 别的 没有问题 沿途 我们又碰到了一位高田村 前去杯水的苗族富裕 太远呢 有多远 三四里路 每天要走几趟去 三十趟 三十趟 一天得农用多少水 要 又 六十多斤吧 喂牛 喂 喂羊 喂妈 那些都 都要 背了胃 张云芬告诉我们说 现在 他每天花在取水上的时间 至少要四个小时 这个小水窖就是村民取水的水窖 我们看到水就直接裸露在外面 这样的水是否安全 这个汽水点是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就是由我们湘汉人民政府出资给他们修建的一个临时的汽水点 现在就用那个漂白板定期的消毒 然后呢 动员村民回家以后呢 不能喝深水 沉淀以后 然后烧掌以后 烧开以后 煮腹以后 饮用 现在目前来说呢 基本安全 张云芬背着三十斤重的水 他的家里还有什么人 到家之后 他又会怎么使用这桶宝贵的水呢 看着张云芬的背影 我这心里头也是酸酸的 从去年七月份到现在 他们村几乎就没有降雨 弟弟的庄稼早已是颗粒无首 无奈之下 张云芬的丈夫只能选择外出打工 就这样 张云芬每天要走两公里山路 杯水四趟 因为家里面还有五岁的儿子 还有等着喝水的牲畜 等他把这桶无比珍贵的水 背回家的时候 这桶水会不会怎样完全利用起来呢 我看背上是不是就出汗了 出汗了还是 是 热是吗 渴了吧 有点漂亮 虽然当地政府提倡村民不要喝生水 但是由于张云芬走了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他已经顾不上这些 这是张云芬五岁的儿子 由于最近实在是太干涵了 孩子能喝上水 对他们来说已经算是不错 我们看到了 即使这样的脏水 张云芬也舍不得倒掉 还要拿去喂牛喝 张云芬说 他们这儿六个月都没有下过雨了 如果再不下雨 家里的粮食就不够吃了 到七八月发就不得吃了 政府有没有帮助你们 帮的啊 怎么帮了 今年没九几米 水都他们来送来的 你们家吃的菜在哪 就在这 哦 土豆啊 嗯 只有这土豆是吗 没有青菜你们家 没有 两块钱一斤 原来买多少钱一斤 原来你五九啊 张云芬说 由于青菜价格上涨 他们家已经好久没有吃青菜了 到底菜价上涨的幅度大不大 在距离这儿三公里之外的七星镇菜市场 卖了二十多年菜的王阿婆 也明显感受到了干旱带来的影响 你这菜买多少钱一斤 一间菜一三块 主要也是盖蓝菜也是三块 你卖多少钱 原来一块还不买一块五还不买 烧了贵了天干了 天干了就贪不出来就贵钱了 我们仔细问了一下 现在青菜的价格是每公斤四元 而原来是每公斤一元 豆角现在的价格是每公斤八元 原来是每公斤四元 虽然大部分菜价现在都有所上涨 但是整个菜市场还是依旧红货的 那么除了青菜 有着春城之称的昆明 鲜花市场又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呢 做了五年鲜花生意的古岳飞 这样告诉记者 整个的花钱比春脸都偏高一点 来买的人很多吗 销量怎么样 可以 市场还是比较红货的 现在的红玫瑰两元一只 而以前只卖五角钱 一只百合现在卖三元 而原来只需要一元 虽然鲜花的价格也有所上涨 但是我们看到 来买花的人还是络绎不绝 除了青菜鲜花之外 云南当地的春茶 大米 三季等产品价格 也有不同程度的上涨 现在尽管寻电和陆凉的汉请人在继续 但无论是农民还是商贩 都在坚强乐观的全力抗汉 这一切也得益于党中央国务院 以及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努力 大家都坚信 干旱一定能度过 困难一定会克服 我们也有信心 有洁心 把人这场印象 我有信心 这个国家 已经是对我们老百姓照顾了 多大的照顾 我不满意 接用水 还有接粮水 哎呀 这些乡亲们真的是吸水如金 是啊 那些干烈的土地 枯黄的麦苗 孩子渴望的眼神 漫长的杯水路 这些景象都让我们难以忘怀 可是面对如此严重的汉情 对于我们这些不用为河水担忧的人来说 能够做些什么呢 比如说除了力所能及的捐款 还可以少开一天车 少洗一次澡 对洗手洗菜的水合理利用等等 节约用水就是节约资源 这也是对那些正在天灾中苦苦支撑的农民 最大的支持 俗话说呀 实践出真知 这种田可是技术活儿 也要讲巧劲 那么在田间地头 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能让老所更省时省力呢 文湘桃 湖南省桃江县三唐湾村重粮大户 它会有哪些既省钱又省力的除锈妙招呢 除锈方法一 硫酸除锈法 这个是西施国的硫酸 这个是我们人民军察院的仇头 很容易生锈 现在我用这个西施国的硫酸 就能够把这个草子上的锈取掉 原来这除锈上铁锈的主要成分是三氧化二铁 文湘桃将硫酸和水按照1比4的比例西施 利用硫酸和三氧化二铁的酸净反应 来除掉除锈上的铁锈 咱们再看看这效果 真的是立竿见影 没几分钟 除锈上的铁锈就被除的差不多了 可是万一咱们找不到硫酸 难道就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吗 除锈方法二 小苏打除锈法 这个是小苏打 这个是生锈的抽筒 我把这个小苏打换到水里面西施 就可以达到除锈的效果 哎等等 这蒸馒头包包子才会用到的小苏打 难道也能用来除铁锈吗 原来除锈的原理是利用碱性反应 只要把苏打粉倒入水中变成苏打水 它也会和铁锈中的三氧化二铁发生碱性反应 所以同样可以达到除锈的效果 在这儿啊我们也再对春更时候辛苦的农民朋友说一声辛苦了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生活五六七和你在一起 我们明天再见吧 原本开朗董事的少年正经受着痛苦的状态 原本幸福的一家三口失去了往日的方向 救救那么多好事 救救我们 艰难挫折 他们如何面对曲折的命 徒徒无助 他们又将怎样对付了关系 敬请收看绝部放弃 加油 加油